我們今天要開始教文字啦 這個 怎麼了 幹嘛露出淺淺的微笑 你是不是有看過 蛤 好啦 文字 不會比這個 不會比這個影像難多少啦 我們就做文字的方向 其實我們先做一些基本的介紹 之後你會發現它其實跟影像是一樣的東西 好不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文字 比起影像它差別在哪裡 就是影像 這個文字啊 我們講幾個字就是幾個字嘛 它講話句子不等長 對不對 那影像呢 影像也可能不等長 但是影像 這個用小畫家把它就是縮放 這個不會差太多嘛 對不對 它該是這個 它該是這個 譬如說該是胸部X光 就還是胸部X光嘛 對不對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講了一段話 譬如說這段話有五個字 我們不可能把它縮成四個字啊 沒有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圖像我沒有辦法把它做resize的處理 那沒有辦法做resize的處理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遇到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就是我們之前是不是有說 這個人工智慧 它其實是一個數學函數 那數學函是 這個 數學函是 要求就是 input跟output都是要固定的形狀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上一節課才學習了這個物件識別 那物件識別是透過一種很巧妙的方式 把這個 本來看起來是不定數目的框 變成是固定形狀的 label 對吧 哪有你們覺得很難嗎 對不對 那你現在會不會突然覺得文字有可能很難 不要太害怕好不好 文字沒有那麼恐怖啊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最簡單的模型 就是 這最簡單的模型 是這個叫back of words model 這個很早很早以前就有啦 這個什麼時候有 我都 可能都 可能比我年紀還要大啦 這個 這個我難以評估它到底有多久了好不好 這個想法非常簡單啊 就是我現在有一句話 這個 現在有一句這個話 這個話 出現了很多個英文單字 那我假設有一個字庫 這個字庫啊 這個總共假設有100個英文單字好了 那我就看這個Document 1啊 它有沒有出現第一個字 有沒有出現第二個字 所以它就可以換成一個固定長度的01向量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固定長度的01向量喔 那這個字庫當然 可以是100個 也可以是1萬個 也可以是10萬個 這 單看我 就這個是看我字庫的大小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有了一串0跟1的向量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多層感知機之類的東西去處理它了 對吧 這樣可以嗎 因為它的形狀都被固定了嘛 那Output 我們假設啦 今天我們 要做的這個任務 我們今天要做的任務 都是病例分類裡面的癌症分類喔 就是病例分類 我們要區分這一份病例 是不是癌症的病例 那 每一份病例都可以被翻譯成 很多個0跟一些1嘛 對不對 那這些就可以拿來做病例分類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當然啦 除了你可以抓單字以外 你也可以抓片語 對吧 片語跟關鍵字 這個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想一下 要怎麼抓片語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 我們來 先找一個 看起來很fresh的人 好另一隻就你啦 你看起來很fresh 這個 我要怎麼決定 片語在哪裡啊 片語在哪裡 對 感覺就是這次 就是 磁帶模型這樣 就是色彩 啊靠我怎麼知道 啊你磁帶模型 你英文你處理 你用cong把它切開 我可以接受啊 我意思是說 片語怎麼辦啊 我怎麼找片語 是 比如說 你總不能告訴我 the quick是個 兩個字的片語吧 對不對 就是 比如說 然後 然後 先不要想說是訓練嘛 喔你要 來來你講 你講你講 你意思是說自動產生片語 來來來 就是 然後 然後 有些 文字會 很長接合 很長在一起 所以他 設定很可以 欸要怎麼training no idea 來來英竹 聰明的英竹 聰明的英竹 你怎麼一點到你就搖頭啊 好歹 提出一些想法嘛 好不好 有沒有一些想法 聰明的英竹有沒有想法啊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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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不知道那個 就是他量次1跟0 然後他一般像這樣 不是 他也算1跟0 不會不知道他的那個字的準確 欸講得非常好啊 這是他的問題沒有錯啊 但是這個方法已經夠 已經在很多狀況下都已經夠用了 不然我們等一下試試看他分類準確度嗎 對不對 的確他不考慮順序啊 你講到他這個模型的一個最大問題了 好不好 他不考慮順序 所以說有一些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講到 有一些 單字啊 主要說 toy dog 跟 dog toy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toy dog 是一種狗 長得像玩具的狗 dog toy 是狗玩具 但是他被 翻譯成back of world model 的時候 他都是dog跟 toy dog 出現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先不要談這個問題好不好 這個問題我們等一下再談 好 重點 我們現在 如果我們 有一堆文章 我們想要建立片語 這個要抓出片語在哪裡 這個如果是 這個單字很簡單嘛 如果是英文要抓單字很簡單嘛 對不對 我就把這個空格把它分開嘛 對不對 如果是中文 要做這個 要做這個 就是 要做 單個字的切割 這個也很簡單嘛 對不對 一個字原就抓出來 但如果要片語欸 就是中文常常是 兩個字合在一起 有三個字合在一起 才有意義嘛 對不對 那英文有片語啊 所以片語要怎麼抓 有沒有 有任何idea 黎晴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有沒有想法 蛤 幾個字 兩個字嗎 你說什麼 幾個字什麼 幾個字幾個字一起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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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the quick就不是啊 那我怎麼知道the quick不是 那我怎麼知道the quick不是 那我怎麼知道the quick不是 鵝先生什麼想法 可是 之前那種切法 不是the quick也會變成一個 變相 所以the quick我要怎麼把它刪掉 刪掉 只要說他顯然不是嘛對不對 對 那到底片語有什麼特性 我可以有什麼 假設我有足夠多的文章 假設像wikipedia這樣的文章 對不對 那有沒有什麼特性 可以讓我把片語抓出來 可以把那個 裡面有那個 stopboardlist去掉 好 好啦好啦好啦 我們來講一下 來片語有什麼特性 這個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們來講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如果你今天想要好好處理文字 這個片語 假如說蔡英文 你分成蔡英文 對不對 或是你蔡英文 分成蔡跟英文 這都差非常多啊 對不對 蔡英文是一個字啊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呃 所以我們要怎麼確定 假如說這些字的組合是 片語的特別 特別就是 這樣的一個組合 是 一定要的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組合是一個 一定要的組合 詞性嗎 對不是詞性 我們來看一下喔 舉例來說 我們來看 舉例來說蔡英文好了 我可不可以統計蔡 沒考這個 這個筆 這個筆3 太拉拿 舉例來說我現在有一個document 我可不可以去統計一下 那蔡這個字 他的出現頻率有多高 這蔡這個字出現頻率假設啦 假設是這個 舉例來說 呃 1 10的 6次方 好假設是 100 100萬分之1 這是100萬分之1的意思 那英文呢 好假設出現的頻率是這個 這個 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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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0萬分之3 假設啦 假設出現了所有的字裡面 啊你們先不要講說 為什麼我知道英文是一型的啊 我們假設它是一個字好不好 那這個時候啊 我卻想知道一件事情啊 那蔡英文出現的頻率 我們來看 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 這個時候 你會看 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 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 PA PB 等於 3 10的 12次方 理論上 期望的幾率應該這樣 對吧 兩相乘 等於PA 乘以 PB 對吧 這是 假設這兩個的組合 是沒有意義的時候 它的幾率嘛 對不對 那假設有意義咧 如果統計出來發現 它的頻率 假設高達 3的 9次方 欸 3的 欸 10的 10的 9次方分 是3 那這樣是不是 我是它的 1000倍出現機率 我 出現的頻率是 我的 期望機率的 1000倍 那這說明什麼事 這組合一定有意義 所以 我們實際上啊 在抓 騙語的時候啊 實際上是去統計 就來說 這個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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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 每一個單字 在 這個 在那個字庫裡面 出現了幾次 出現的頻率多少 然後我去計算出 the quick這個組合 the這個字一定很常出現嘛 對不對 它是一個很高的機率 quick這個字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這兩個層起來 出現的機率 出現的頻率 跟the quick 這樣一個出現 實際上出現的頻率 是不是相符的 如果倍數差非常多 我就懷疑它是個騙語 這樣知道嗎 所以如果我現在想要做一個 我現在想要把一段文章做的 中的這個騙語抓出來 我必須透過這個技術 把這個 把片語給定義出來 唯有 唯有就是有 這樣子的一個特性的 他才 他才這個 他才可以被抓出來 好 那我現在問下一個問題好了 我現在問下一個問題 這些 這個都是很 這個我這一堂課都不會教喔 但是都是一些 文字出力的基礎知識喔 好不好 好 下一個問題是 我今天有一段話 這段話叫蔡英文 我怎麼知道 他是 蔡 英 文 還是蔡 英文 還是蔡英文 好我怎麼知道這是三個哪一個勒 對 就是我現在 其實怎麼切都可以啊 因為這三個字也存在啊 對吧 這三個字也存在啊 那這個 這個 這裡是不是 這裡 這個也可以啊 英文也是一個TEN啊 蔡我把它分開就好了 所以我是不是下面的要 所以我是不是 呃 我是不是要想個方法來 選擇到底是哪一種 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不講 不講 不用考啦好不好 這個時候我們顯然會再 遇到一個規則 這規則就叫長詞優先 長詞優先就是 如果這個TEN比較長 那我就優先認為是他 這樣懂個意思嗎 假如蔡英文出現 因為蔡英文被定義成是一個 potential騙女 所以蔡英文同時出現的時候 我就優先考慮他是一個騙女 而不是一個這個 而不是單個 而不要把它拆成單個字 好所以說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back of word model啊對不對 他的關鍵就是 首先我要先把我原來的文章 做一個適合的段 段詞 動完詞之後 喔當然啦 就是實務上我們處理的時候 不見得 我們不見得會搞這麼麻煩啊 好不好 但我意思是講說啊 你最麻煩的狀況下 你可以搞成這個樣子 就是你把片語 而且其實我根本講一件事啊 就是因為最後 總之我們要產生的是一個 0跟1的一串大相量嘛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得把片語 是什麼的字庫給建出來 建的方法就是用這種方法 去統計他出現的頻率 和他的組合頻率 和他的期望頻率 是不是有足夠大的差距 有足夠大倍數上的差距 如果有的話 我們可以設一個strange hold 這個strange hold 這個strange hold要設多遠格 不一定 好不好 這個可以看狀況 那 如果 這個 我們可以定個十倍 或一百倍 一百倍我們才認為他是這樣子 甚至有時候 人家會對 三個字的組合和兩個字的組合 定不同的倍數 因為三個字更 更為罕見嘛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這個 呃 這個 而且還有一個可能性啊 就是蔡英文 那蔡英 如果蔡英文很常出現 蔡英也會很常一起出現對不對 可是蔡英並不是有eer ten啊 所以說對於兩個字的來講 他還有時候還要考慮三個字 的組合 是否存在 就長詞優先啊 也就是說我在做 片語的搜索的時候 我其實要先 我其實要優 我其實要把所有都列出來之後 然後優先從長詞開始 建置庫 然後短詞如果遇到長詞的話 還要考慮一下 他會不會 又太長跟另外一個長詞的ten一起出現 主要英文我就要考慮 欸英文不只可以接蔡嘛 對不對 這樣呢 啊蔡英如果都只會接文 那這樣子蔡英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片語 這樣知道嗎 好所以說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想做文字任務的人 這個部分啊 我就是沒有提供範例code的啦 不過 這個的確 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這樣子 第一個你就要好好做文字前處理嘛 對不對 做斷詞 好那我們現在 斷詞的基本知識已經講好了 所以一篇文章 總之我可以把它斷成數個不同的詞 對吧 那斷成數個不同的詞之後 我就會根據這一段文章 就要說這個Document 1 他出現了back 他沒有出現all嘛 對不對 all是在下面才有出現 back沒有出現 那這個bron他也有出現 然後kong沒有出現 dog有出現 fox有出現 所以這個Document 1 就會被我翻譯成一堆0跟1的編碼 而這種編碼方式啊 我們把它稱呼為一個專用名詞 叫onehardencoding 這onehardencoding啊 這個如果你在paper上面看到 那你就要知道 他其實就是在暗示這種編碼方式 把東西轉成0跟1 這種編碼方式 我們以前有沒有曾經遇到過 來 那個 那個誰 海倫 我們以前有沒有看過onehardencoding 圖片 圖片 圖片怎麼換成0跟1 他那一格有沒有東西 那一格是什麼 你不要講話講那麼小聲嘛 對不對 來大聲一點有自信一點 對 pixel裡面 pixel還有裡面 pixel 蛤 好啦算了算了算了 我聽不太懂你講什麼 可能需要翻譯啦 映竹要不要幫他翻譯一下 還是你有自己的看法 他只是說 他只是說 他只是說那個pixel 的數值是0 可是實際上的數值不是0到1之間嗎 或者是0到255嗎 好像跟 那個什麼 好像跟那個沒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海倫應該是想表達 你不用幫他想表達 你就說 我就說有沒有出現過 這可能我們在做 附件識別的時候 他要拉一個狂嗎 然後這類似我們 五個維護的第一個人 然後看他有沒有這個東西在裡面 0跟1 喔 好好好 好吧好不好 好啦我跟你講 那個不叫 One Heart Encoding One Heart Encoding有一些特性啊 這個 這個 不是說把東西翻譯成0跟1 就是One Heart Encoding 好不好 來 我們第一次接觸到One Heart Encoding 但是我沒有講的時候 是我們做Soft Max的時候 我們做Soft Max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多分類問題的時候 我們把第三類翻譯成什麼 001 我們把第四類翻譯成什麼 0001 第二類呢 如果總共有四個類別裡面的第二類 就是0100 對不對 我們把它翻譯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叫One Heart Encoding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 這個One Heart Encoding喔 來 這個One Heart Encoding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提供的資料 我們把今天提供的資料把它讀進來 好看喔 現在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好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把它讀進來 今天第13課吧 好來 讀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總共有三個 物件 第一個物件是 Proceed Note 這個東西是已經處理完了 我們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看 Distarge Notes Distarge Notes 這個 這邊我總共提供了 好我總共提出了4500多份 好不好 這個給我們做範例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就是要用這個 這個 來做 那接著還有一個叫Cancel Code 這個Cancel Code 這個Cancel Code就是告訴我們第幾篇 是不是 癌症病例 1的話就是4 0的話就是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Cancel Code裡面 的第一筆 它4個癌症病例對不對 那我們來把第一筆把它抓出來看一下 好不好 怎麼看呢 你用Cat這個函數 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這是一個 癌症病例嗎 來看一下 不是 這個是啊 怎麼可能不是 人家有coding欸 那個 是用Casno嗎 在哪裡 suspect 在哪裡 在往下 在往下 喔這裡看到了 靈智 不要 不要隨便就說不是好不好 這個 Data還是有課題的 好不好 來這是個癌症病例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 剛剛我們講的第10筆 這個顯然不是癌症病例嘛 對不對 那這個 呃 我們來看一下Cancel Code 第10筆 好不是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我們希望把這篇文章 跟這個code把它連接起來 對吧 然後用 現在我們只會用 back of all 的model對不對 不考慮 持的順序 欸 不過應祖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啊 剛剛 羅維森是怎麼抓到 這是一個癌症病例的 為什麼羅維森 羅維森怎麼說服我這是一個癌症病例的 關鍵字 關鍵字 他有考慮順序嗎 沒有 對不對 其實我每次抓關鍵字嘛 所以back of all 的model啊對不對 的確他不考慮順序 但是在很多時候啊 其實只要看到關鍵字呢 就可以把它 就可以把它 判斷了 並不需要考慮順序 好不過 不考慮順序這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啊 他當然還是會有嚴重的問題嘛 對不對 但是 即使不考慮順序 我們一樣有可能做出很好的分類模型喔 好不好 舉例來說 這個模型 我覺得最知名的功能啊 就是這個google的這個 垃圾郵件阻擋系統 對不對 你會覺得他垃圾郵件 擋的 很不好嗎 還可以吧 對不對 基本上 這樣不太會有太垃圾郵件到你的主要郵件嘛 也很少有這個就是 呃 你想搜的人 然後被歸類到垃圾郵件去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他都是用關鍵字做的啊 關鍵字加時代模型做的 他都是這麼做的喔 好不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要來link 這樣的一份病例 跟這個 癌症code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解了吧 那我們繼續下去囉 好 那繼續下去 如何處理文字這件事情齁 我們 就跳過啦 好不好 如果 你要學習如何處理文字 請你參考這份講義啊 好 這是大學生的課喔 那個 想看的話 那個請你好好看 對不對 然後那個 我有影片嘛 那我這裡沒有教 不過啊 我們這裡 很快的 我們使用一下 這一份 這個 這一份這個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我寫好的 他可以做這個 拼寫校正加上這個 拼寫校正加上這個 就是文字的這個分詞 好 只能用來做英文啦 需要注意的是 在使用這個函數之前 你現在需要下載這兩個檔案 這兩個檔案是字典檔 因為我要做拼寫校正嘛 所以我要有字典檔 這個字典檔 長的格式啊 來我把這個字典檔放在了 這個 Lesson15裡面的Data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字典 欸 我不是放在Data啊 那我是放在什麼 哇靠 這不給Mens欸 應該就放在Data啊 喔 13克 有了 弄錯課了 好 這個字典檔我們打開來 看看他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這個 這個檔不用改 這個檔不用改 這個檔 這個檔我們來看一下他長 喔其實就是 這其實就是我有好多個字 對不對 這一字有的有意義 有的沒有意義啦 好不好 這些字我是怎麼抓出來的 反正 這個總之我是 我是 我絕對不是自己一個一個輸的啦 好不好 我是參考這個可能Wikipedia 還Podman的 我有點忘記這一份是哪一份了 好不好 這是Podman的嗎 Podman才有這種奇怪的字嗎 對啊因為那時候 從 好吧我也不知道 總之這個我忘記了好不好 我忘記了 我忘記這份字典檔是怎麼來的 你可以自己增加字典檔 那我要怎麼運用這一個函數咧 我們來把它拿過來 好 首先你要先去指定你的字典檔在哪裡 它在第13課的 Data裡面 然後 我把它sourced了以後 現在是不是有 rong to write這一個函數了 我現在 可以把這一個函數 直接把它 用這個函數 直接把 第10筆的 Distarge Note 把它轉換成 通過rong to write函數 然後接著 這個readout裡面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是new text 這是被分割完之後的樣子 這樣可以吧 並且有做過拼鐵校正 第二個 這個 original text 長成這個樣子 original text 我直接把它 cat 出來就是 我剛剛看到那個東西 好接著 它還有position 的information 這個position 的information 是告訴我說 第幾個字 它出現在 它出現在 第幾個字圓 到第幾個字圓之間 這一個東西 我們今天 不會 我們大概這兩節課 都不會特別講到 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其他功能 我們需要用到的 總之 這個 新的這個text new text 就是我們要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 我們就要用回圈 把它這個 把這個 用回圈把這個 所有的 原來的字 通通經過這個處理 然後變成 變成這個new text 對不對 不過 這個處理要非常非常的久 我們來試一下這一筆要多久 大概三秒對不對 一這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要多久 好大概五秒 我們有四千多筆 我們不可能等五個小時啦 好不好 所以 我們 這一個 proceed note 這個其實就是已經處理完的 我們來看一下 proceed 第十筆 好看到了嗎 這是不是就是剛剛那一份 好 所以我已經把它處理完了喔 所以我們 現在在這裡我們只是想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啊 其實我們的處理 其實就是 呃 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透過這個方式去處理的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 已經有proceed notes 我們要把proceed notes 換成 這個 back of world model的0跟1的數值向量 對吧 怎麼換咧 首先我要有字庫嘛 對不對 這個四千多筆 四千多筆這個 data裡面 我要先找到字庫 對吧 來 我們來看一下字庫 怎麼抓咧 首先今天你先把proceed notice 把它unlist 把它全部展開 as factor之後找level 這樣我就知道說 現在總共有哪些字對吧 這個是不是找出類別數的這個 factor跟level 是不是找出有哪些類別的一個 經典方法 對吧 我們 上學期的第一節課就在教這個 對吧 所以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走出 總共有多少個words 總共有幾個words呢 5800多個words 看起來還是一個小data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就不做拼且校正囉 好資料進來之後 我們先level of world 我們先把它算出來 算出來了以後 我們要注意件事情 第一個level of world 裡面的第一個單字 是 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 它第一個單字是空置員 所以這個我不想要 所以我要把它-1把它去掉 現在我們的level of world 總共有 五千 一樣 五千八百七十四個 好接著 我們要怎麼樣去 產生這個矩陣呢 這個矩陣的 這個 roll number 鐵鏡就是level of world color number 就是我而幾筆病例資料 這個病例資料 這個個案書要放在後面 這個可以吧 這個mxnet的標準格式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可以一筆一筆把它填完 一筆一筆把它填完 我們現在做個示範 首先我們就先填0進去 這個東西叫tdm text document matrix 這樣可以吧 text 描述這裡 document 描述這裡 好 那首先我們來i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i等於1 我們就先把這個 proceed notice DIB的proceed notice 的turn table 把它抓出來 這是每個單字出現幾次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 這個turn table 它有沒有出現在level of world 裡面 如果沒有的我就要把它捨去 所以如果看到新的單字 它就直接把它捨去囉 這一行在做這件事 下一行 告訴我說 它的position在哪裡 level of world 裡面哪些 有nance turn table 裡面 這個turn table 裡面就是告訴我說 現在 turn table裡面的 這個level of world 裡面第一個字 第63個字 第81個字 就是這些地方 有 在這個 有出這個 這個distraction note 裡面 有這幾個字 然後我把這幾個字 填進 the IB document裡面 把它變成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把它變成1 這樣可以嗎 結果我填的 我填的不是1 我填的是數值 就是它幾次 你也可以全部都換成1 就是有出現就有出現 不見得 你可以把幾次把它刪掉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現在按下source之後 它就在執行啦 好 執行完了 執行完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執行完了 我們的練習就是 那顯然這就是一個矩陣了嘛 經典的矩陣 一個 矩陣 數值資料 和一個cancel code 然後請你用前三千筆 當做training data 後面的幾筆 當做test data 這個trainingX 它除了 這個 這裡比較多以外 後面是我們看得懂的東西嘛 對不對 那trainingY呢 三千筆對吧 那 我們現在 這個東西顯然不能用 捲基層網路嘛 對不對 所以用多層感知器 所以啊 請你做一個多層感知器的模型 我們現在做喔好不好 做一個多層感知器的模型 用training data來training 然後來看看test data的準確度 然後為了測試啊 你整個過程的 是夠了解的 下面這兩段病例 上面這個顯然是癌症病例嘛 下面這個顯然不是癌症病例嘛 你請你從前處理開始 把這兩段病例丟進你的model 做出一個predict 看看它是癌症還不是癌症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 給你們大概 15到20分鐘的時間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首先就是 這是多層感知機嘛 對不對 多層感知機 這個 Iterator的部分 這個 應該不會太難貼 好不好 我就直接貼下來啦 好不好 重點就是 這個 這個code啊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話 就是看那個 呃 第 應該第五課 就有多層感知機的東西了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 簡單來講就是 Just do it 對不對 那接下來 這個 開始訓練模型 欸 model architecture 在下面 好 東西進來之後 多層感知機 我們先50層 然後第二個就是 output就是1 然後sigmoid output嘛 然後接著 op minor 好 然後接著就訓練模型啦 好 我們這邊 就是 我不要訓練太多袋啦 我有點浪費時間 我們訓練個 五袋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 就開始訓練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資料 不是很大啦 所以訓練得非常快 喔 這個也太快了吧 他實際上就是這麼快嗎 好 那我們來用訓練好的模型 來做一個預測 好 我們先把 mymodel的這個 這個 就是他model的結構 把他換成logistic predict 本來是close entropy嘛 對不對 把他換成預測的 再做一個predict 好 predict完了以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比較 這個predict的這個結果 跟test y 畫一個ROC curve 畫出來的結果 ROC 欸 讓這curve有0.973 這個非常非常高啦 對不對 好啦 其實 要分類癌症病例這件事 非常簡單啦 0.973 -紫色垃圾 但是 但是 這個也充分說 欸 這個證物的確 靠抓關鍵字就可以做到嘛 對不對 文字順序似乎不是重點 不過文字順序的確是重點啦 好啦 不過其實問題 back of war model 的問題 不只是有文字順序而已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剛剛那兩個病例的預測喔 我們實際上 要先經過這個 my discharge note my discharge note 先把它輸入進來 好 這是我們剛剛的病例嘛 然後我們要先經過 room to right 這個函數 這個room to right 這個函數 我要重新複製一遍 好 先過room to right 這個函數 好 它要處理一陣子喔 然後接著把它變成mytdmarray 這個mytdmarray 大部分都是0嘛 因為它只有這個 它只有這個 就少部分是1對不對 欸 mytdmarray現在是0 然後我一個一個填空 填完空之後 填完空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它現在應該是有一部分是1 剩下是0喔 有一些是1 還有兩個字還有三個字的 然後接著 我們來做predict predict predict出來結果 它很高的基率是癌症的病例 不過這很正常 因為剛剛出現的字 的確都充滿了癌症病例的字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 這個 這整個過程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份病例 換成其他的啦 對不對 這整個完整流程就建立出來了 所以這個 初級的這個 病例分類任務 就完成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接下來 我們來做 我們來講下一個 好 那這個 磁牽入模型喔 它 鐵定 不是 磁牽入模型是我等下要講的 剛剛前面是 back of world model 這叫磁帶模型 這磁帶模型啊 有 第一個文字順序是有意義的嘛 對不對 toy dog dog toy 這個我們剛剛 這兩個 長得很不一樣嘛 對不對 一個會大便一個不會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一個會吃東西一個不會 所以這個 呃 我們有沒有可能保留文字順序 來我們先思考一下要怎麼保留文字順序 來來來來來來 思考一下 來聰明的另一字 可不可以決定一下如何保留文字順序 如何保留文字順序 蛤 隨便講個東西出來嗎 把中間的控格刪掉 把中間的控格刪掉 就是把它變一個片語嘛 是不是 對 啊你覺得 toy dog 跟toy 它 它一起出現的機率會超過那個嗎 那你什麼時候要刪控格什麼時候不刪 它如果藏在一大段文字裡面 怎麼辦 英竹 對 你說 你說剛剛這裡出現 主要說這邊是這邊假設有十個單字好不好 好 0就代表沒有出現 然後你的意思是說 假設這個字是在A 這個字是在第五個字出現 你就把它換成5 這樣嗎 然後 所以這樣會不會出現在12345 然後剩下就0 類似這樣 好 這是一個 有趣的想法 有趣的encode的方式 不過 這個 encode跟decode 其實不能隨便亂做 我說不能隨便亂做是5 其實就是 5其實 如果我們做 我們要想的是邏輯思惠歸裡面 這個5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5次5個 5就是1的幾倍 這個順序位置 出現在第五個字 沒有比第一個字重要的5倍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的這個做法 看起來可以 但實際上不行 因為它一樣 encode decode的回去 你先把它encode成這個樣子之後 你一樣可以decode回去那個句子 但問題是 這個AI來看一定學不好 對不對 好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 其實一個比較好做法是這樣子 假設一個單字 假設一個單字 假設我們的字庫裡面 總共就只有 總共就只有5個單字好了 好不好 總共就只有5個單字 叫做 好 那我們實際上 一個句子 應該換成這樣子 A ACD好了 假設ACD 這樣一個句子 我們應該換成 這裡A A就是10000 對不對 那C呢 0 0 1 0 D呢 0 0 0 1 0 好我們剛剛是把這三個合在一起 對不對 變成了 1 0 1 1 0 對嗎 我們剛剛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是這樣子變動 對吧 好 可是啊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是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啊 把它變成 好就是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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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我是不是就保留了文字順序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 至於這個數字 這邊數字是不等長的 顯然這裡是不等長的 對不對 對 不等長這個是個麻煩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是我們等一下再來想 這個不等長怎麼解決好了 好不好 總之 總之我其實可以把它變成下面這個格式 對吧 這樣是不是文字順序就保留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快樂海倫 快樂海倫可以接受喔 好 那 可是問題 這樣有什麼問題 這樣有什麼問題 這樣我們遇到下一個問題是 我們的字庫 剛剛總共有幾個單字啊 五千多個 對吧 真實世界的字數絕對比這個多得多 對吧 這個 實際上剛剛我們在看那個 我們提供那個PubMed的那個單字字典的時候 裡面有 三四十萬個字啊 所以說我們如果要 我們如果要把一篇文章 要轉換成一個矩陣的話 這個就是字數乘上三十幾萬 一筆data我就要佔掉這麼多空間 對吧 這one card encoding最大麻煩 最大缺點就是這個嘛 對不對 那如果 X東西這麼多 那 我model訓練的好嗎 這等於參數很多喔 代解參數很多欸 對 因為每一個X都要連到那個外面 那個就是 多層感知機的話 這樣每一個都要連到那個嘛 就是後面的整體圓嘛 所以每一個 多一個字就多一個代解參數 對吧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顯然很難做嘛 對不對 好 那 所以說第一個我遇到的問題 是 這個 台大 2Fig 這我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我第二個遇到的問題啊 是 今天 如果我的智庫裡面 比如說 如果今天我的智庫裡面 我以前在做病例分類的時候 這個 都是用2019年以前的資料 那這個 智庫裡面 鐵定沒有COVID-19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一定沒有COVID-19 可是現在有啦 那COVID-19 經過剛剛那個process 出來請問一下 它會被encode成什麼 經過這個one-hide encoding 它智庫裡面沒有 它會被coding成什麼 蛤 蛤 蛤 0 你說全部都0嗎 沒有 它就是全部被coding成0 找不到關鍵字 對不對 找不到這個字 欸 可是找不到這個字 我的智庫裡面沒有 可是其他地方可能會有啊 對不對 它還是有意義的啊 對不對 它 它有這個COVID-19這個字 大概跟哪些智慧 如果今天要拿個字去替代它的話 它應該是哪一個字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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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的原名啊 好不好 那CORONAVIRUS 至少應該跟什麼 這個INFRIDA 這種流感 這種字 是差不多的吧 對不對 那 所以說 我是不是 如果我可以有個方式 把 首先喔 所以這個想法就出來了 就是 我現在啊 這個磁帶模型 加上one-hide encoding 這個組合啊 問題很大 我現在一定要做一個改變 我改變的第一個重點 在我需要把 字 意比較相近的字 把它合在一起 對不對 把字意比較相近的字合在一起 顯然不能用字典 字典絕對不完整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必須想個方法 這個方法要什麼呢 就是 把這個啊 把每個字 啊 COVID-19 把它換成一個向量 主要說這個向量是 呃 0.1 -0.2 0.3 這樣可以吧 把它換成一串向量 那這一個 主要有另外一個字 這個H1N1 它可能會不會換成這個 0.2 0.3 呃 負0.1 類似這樣子 這樣可以吧 那主要有另外一個字 叫做 呃 我就隨便找個字好了 主要說叫做 呃 我來隨便想的 我現在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到字 好 這個AI好了對不對 AI跟這兩個都會差遠的對吧 我們希望 AI出來的這個 向量 主要說是個什麼 呃 7 3 2 好類似這樣 這樣他們就差得很遠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向量 後面這個向量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喔這個 這兩個單字比較接近 這個單字跟它差很遠 對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跟Covid-19 這個完全沒有關係啊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要怎麼把 這個字 跟它對應的向量 把它找出來 我們把這整個過程叫詞遷入 它英文叫word embedding 所以我們需要用一個 需要用一個方式 把它變成 向量 把它變成向量有非常多好處喔 如果 我的這個單字可以被換成向量 而且它的長度是小的 假如說長度就是50而已 那以後我N個字的 一個句子 是不是就可以被換成NX50的矩陣 而這個矩陣看起來就會像這樣圖對吧 這樣可以吧 那我就可以用圖像分析的手段喔 所以word embedding這個動作很重要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著去建構 那個word embedding的這個 這個對照表 我們需要一個對照表 對吧 這樣可以接收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產生對照表 欸有沒有想法 好這個有想法就神奇了 算了 不要問了 問了沒有意義啊 這個有想法這太厲害了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2013年這個研究阿 這個2013年這個研究阿 這個 Jeffrey Dean 欸我們是第一次出現他的照片嗎 第一次出現嗎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怎麼了 幹嘛笑得那麼開心 怎麼了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笑得那麼開心 你覺得我沒有問你說 欸我們之前出現過這個人是誰 這樣 你覺得 你覺得 不太好玩是不是 好這個人阿 這個人是Google的這個 額 Google leader 技術部門的leader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啦 至少還是技術部門的leader 好不好 這個 不然我們Google他一下好了啦 既然都已經想說要看介紹他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覺得叫Jeffrey的都很厲害阿 蛤你們有沒有叫Jeffrey還有Jeffrey什麼 蛤 蛤 蛤對啊你們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覺得都 叫這種名字都特別厲害 蛤 好Jeff Dean他自己叫Jeff Dean阿好不好 來 呃我們來看一下 來 Google生涯嘛對不對 從1999年開始對不對 現在是 呃 早期的Mender 呃 哪裡你們在看哪裡我怎麼沒有看到 好不好 不是重點不是老啦好不好 重點是人家 如果你們以後想去Google工作的話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呃 我想你應該連看他都看不到他 好不好 好這個我們了解一下好不好 這個Google應該是大家夢想中的公司吧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人他這一個研究團隊 Google這研究團隊發展出的 這個Ward to Vector 這個 Ward to Vector 這個 翻譯夠簡單吧對不對 這個非常多 Google做的東西 都喜歡 什麼圖什麼 都用2來做這個 這個就是 分類這樣子 好 那Ward Embedding 我們來想一下他怎麼做喔 他的想法非常簡單啊 是 這Kidney跟Reno 他們這兩個字顯得很相近嘛 對不對 好我們讓他們想一下相近的字 有什麼 有什麼 特色 就是 如果今天啊 我說 Croker XX Desease 這個XX啊 如果給你填 沒有幾個字可以填嘛 對不對 要嘛填 Kidney 要嘛填 Reno 要嘛填 Liver 要嘛填什麼 對吧 人有這個能力對吧 為什麼你可以填得下去 因為叫你填克漏字的時候 能夠填的字是有限的 而且非常有限 雖然說你聽起來好像你可以列可能五六十個 可以填進去的字 但是在四五十萬個字庫裡面 你也只能夠列出十個啊 對不對 而且這十個單字鐵定是意思很相近的 所以 他們認為啊 可是事實也存在喔 就是相似的字 他們有共享上下文的特性 相似的字會共享上下文喔 所以說如果我可以建立一個AI模型 用周圍的字 去預測中間的字 或是預測下一個字好了啦 這個東西就是 教AI填克漏字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教AI填克漏字 教AI填克漏字 這件事情如果 AI學得會 理論上AI也應該學得會啦 因為人做得到嘛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個AI model 裡面就可能會隱含著 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字義 對吧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實際上他的做法要怎麼做的喔 來假設 假設現在有 A B C D 這三個字 我們 不知道他之間的相關性 但是我們總知道他的前後文吧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前後文啊 好假設這個前後文 這個是第一個前後文 1 2 3 4 5 這樣子 好然後啊 我們中間隱藏成 假設 假設就三層就好了好不好 我們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MLP喔 這個是一個多層感知機喔 好 然後我們出去 A B C D A B C D好假設這個A跟B啊 兩個是同一字 C跟D不是同一字 C跟D不是同一字 A跟B是不是經常有共享上下文的特性 那共享上下文呢 我們就做一個 Sliding window 我們做一個全曲的掃描 假設有一段文章啊 A 1 1 3 2 B 3 類似這樣子一直下去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 東西 就是一段 Wikipedia很大一份文章嘛 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用這些 這幾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去預測下一個字 用這個Model 去預測下一個字 所以對於這個 第一個例子來講 它是不是有出現 1 3 2 所以啊 它的Input就是 這裡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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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拿出來這裡是 1 0 0 0 對吧 它要做這樣的預測 這樣可以嗎 那這 這邊是一個多分類問題 這是Softmax 對吧 這邊Softmax 那進來 就是010進來 然後經過這個 然後再出去嘛 注意喔 這裡不需要非線性轉換 為什麼不需要 因為它有壓縮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邊不需要非線性轉換喔 因為它是壓縮 它不用非線性轉換 好 那 如果A A也 如果你發現有很多 Sliding Window 這樣滑下去 你發現A也非常多 上下文 那是不是 如果出現這個組合的時候 AI Model就會對這個 做一個預測 就會對這裡做一個預測 那因為A跟B共享上下文 對不對 所以說它是不是很有可能 會預測出 0.5 0.5 0.0 這種組合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現在除了AI在預測囉 我丟給它這些函數 然後這邊我在預測囉 它預測出來可能是 0.5 0.5 0 這樣子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它不知道 Chronic跟Desease中間 好像填Reno也可以 填Kidney也可以 對吧 可是絕對不會填其他字 所以那兩個字都是0.5 剩下都是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怎麼樣的狀況下 這兩個都會 共享 0.5的機率啊 也就是 他們的 這個部分 靠 這個紅筆也太 好啊 這樣換一個筆的顏色 這樣子 我覺得很不好欸 不好看 這三個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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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應該要跟這三個的數值 要非常接近 這樣可以接受嗎 應該要非常接近吧 為什麼它要非常接近 如果它不接近的話 同樣的input 因為同樣的input 會有同樣的隱藏層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邊同樣的隱藏層 這裡 maybe 是 -0.2 0.3 0.7 那 如果用同樣的組合 它預測A跟B的機率要一樣 它的 這三條線 跟這三條線的數值 就應該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吧 他們的係數 就應該完全一樣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如果 如果這兩個字是同意字 它的係數就要很接近 所以這個係數 是不是就可以拿來代表剛剛的那個 Word Embedding的那個向量 那這一個係數 如果它表達很矩陣的話 它是什麼格式 input 是50嘛 對不對 input 是50 所以這是一個 50 -m m是字數 50-m的矩陣 而對於第一個字來講 這就是第一個字的 Vector Vector 這個就是第二個字 Vector2 第一個字的向量 第二個字的向量 第三個字的向量 依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們有catch到 Word to Vector 這個model idea嗎 所以它每個字都 它的Vector就是 150 如果我們中間隱藏層是50的話 那就是 1乘50 所以它的Vector就是 隨著隱藏層的數量 就是 沒錯 看我定多少 我定50就是50 我定100就是100 好 所以這個 這邊 這個idea可以了解吧 OK 這個idea非常重要 這個idea如果知道的話 要實現不難啊 又是一個多層感之機 欸有沒有覺得搞文字 都在搞多層感之機 你們有沒有本來覺得 多層感之機是個垃圾 然後現在發現 欸 它好像蠻有用的 有沒有這種感覺的另一字 蛤 你有沒有覺得多層感之機 可以想到這種用法 還是不容易啊 好 那我們來做個實驗吧 我們剛剛不是有我們的 病例 病例的那個描述嗎 那我們當然可以在我們的病例描述裡面 做出一個sliding window 這樣滑過去 然後去預測下一個字 對不對 然後這只是個多層感之機嘛 所以我們完全是實現它 完全是不難的 對吧 所以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好 首先 我們先來處理一下 用前六個字 預測後一個字 我們先把資料做一個前處理 這個前處理就是 我用這幾個單字去預測下一個字 用這幾個單字去預測下一個字 這樣可以吧 那我把每一份病例 把它 全部 用前六個字預測下一個字 前六個字預測下一個字 這樣 全部把它做完 好我把它做完喔 這個應該要跑一陣子 因為這個 這個檔案顯然就是 每一份病例都要跑嘛 對不對 欸這個也太久了吧 我沒有放進度條喔 難怪怎麼那麼久 算了 那我不管它就放了給它跑了 好 所以第一片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把第一筆資料 抓出來給你們看 好做完了 它的第一筆資料 Input 1到10 它的這些單字 所對應到的level of order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這樣子 用這幾個字 去預測 它的下一個字 它的下一個字是什麼 它下一個字是output 1對不對 好它預測下一個字 這一筆 實際上就是我們存在於我們的 我們的 第一筆 process note裡面的 用前六個字 1 2 3 4 5 6 去預測value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看第二筆 好你看 接到hard value了嘛 然後接到 我們看output 2 好 nyah 這不知道什麼字啊 這個 好 value 後面就是nyah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你大概知道我的程式 在寫什麼了吧 簡單來講 我provide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 這個 資料集 這個資料集 最後我們的input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dimension 總共有 14萬個 14萬個 sliding window 少過了6跟1的組合 對吧 我們的output呢 output總共有14萬 對吧 好所以 因為智庫總共5000個嘛 所以我們就是做一個 5000 5000多個input 然後 假設這裡我們訂50好了啦 我們希望最後都被imbedding成50 長度的50的向量 最後出去5000多嘛 這裡soft max 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先把iterator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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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rator寫好 iterator寫好以後 這個model非常的簡單 data進來 50輸出 fully connected的嘛 對吧 fully connected的出去 接著fc2 他的number of python 是 word的字數 接著出來了以後 注意喔 都是no bias 不要bias 不要bias 有bias的話 他去修正每個字出現的頻率喔 所以不要給他bias 出來就soft max soft max mlocalos 這個非常標準的做法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這個model異常的簡單啊 通常第一次看到都會覺得非常的屌啊 就是 人家怎麼想到這件事的 好 off minor 然後接著training 這邊我就 我來training就好了 好不好 大家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因為 等一下你們可以直接拿到對照表 只是啊 你們要知道這整個過程是怎麼做的喔 欸其實還是蠻快的嘛 好這要training完了之後 training完了之後 我們的training的loss不是重點嗎 重點是 我們剛剛講重點是什麼 我們最想要的是 第二層的權重 對吧 第二層的權重 第一層的權重就算了那不重要 我們就要第二層的權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training完的時候 我們就把第二層的權重給抓出來 然後我們隨便抓一個字出來 看看 跟他最接近的vector是誰 然後我們就來決定 這一個 這一個 字 最接近的同一字是誰 這樣可以吧 所以 這樣我們就把字相量化了嘛 對不對 硬主你有沒有突然覺得 把人鏈相量化好像也沒那麼難 完全不同的東西 完全不同的東西 好不好 聽聽就好 完全不同的東西 人臉沒有辦法用前後文預測 這樣知道嗎 到時候你要做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這樣可以吧 好 好我training完了 那我把第二層fc2的 weight把它叫出來 把它叫出來 變成我們的 我土vector matrix 好 這個我土vector matrix裡面的第一個 假設我們要找有興趣的特點叫 cancer 那我們先找一下我們的cancer 我們的cancer 是我土vector裡面的第幾個單字嗎 我們發現是第幾個單字呢 第799個單字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現在 就把 第779個單字把它抓出來 這個就是interesting的position 這是 這一個 就是 這個就是cancer所對應到的向量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用個回圈 把5000多個全部掃完好了 我們看看跟cancer最接近的turn是什麼 最接近的當然是cancer啦 cancer 向量自己跟自己 當然是最接近嘛 第二個接近的字是 Adenoma 這個有趣 這個有趣吧 他不是亂抓的耶 然後他第三個是Lition 第四個是Adenocasinoma Large這個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啦 好不好 可能 被講到cancer的時候 都有個什麼large cancer之類的啊 什麼large tumor之類的 他覺得那邊填large也可以 有沒有覺得非常有趣 那我們來看他的tail好了 最後幾個單字 一定是沒什麼相關性的嘛 看到嗎 這些是真的沒什麼相關性喔 這樣可以吧 所以他真的 這個排序真的是有意義的嘛 那個向量 向量 跟那個質疑確實是存在一定的關係 對吧 這樣可以嗎 欸那這個 對照表 假設你是用wikipedia鍵的 wikipedia上面 是不是有covid-19這個字了 現在wikipedia有啦 是不是有covid-19這個字了 所以其實我們醫院 從來沒有出現過covid-19這個字 以後透過那個對照表 我們一樣可以抓到covid-19的 向量 而這個向量應該會跟 跟covid-19很接近的那些字 而醫院曾經出現過的 很接近 這樣我們醫院就有機會認得 這個字是什麼 這樣可以吧 好 有沒有覺得這個idea很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呃 好這個磁牽 磁牽入模型啊 如果你要好好的學習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網站啊 不過我剛剛 我覺得我剛剛的demo是非常清楚啊 對不對 而且這個 呃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練習題嗎 好沒有練習題沒有關係 我們在這邊稍微停一下 給大家 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go through一下這個過程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非常 非常就是有趣的啦 好不好 我想這個過程齁 這個 在大部分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在做 W2Vector的時候是不需要用這麼 就不需要這麼複雜啦 我們其實完全可以用套件來做啊 這個 套件怎麼做自己看說明啊 好不好 我們懶得再demo了好不好 這個 呃 但是如果有時候我們要 做一些微調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需要這個寫底層 呃 好啦 算了 等一下再講我的PayPal好了 或者我等一下懶講啊 這個 我們這個 你要知道原理就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我們喜歡 我們學東西喜歡知道原理啦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問題啊 現在我們 已經有那個對照表了嘛 那個對照表已經被我產生出來了 當然啦 欸 請你用 喔這我提供的是Wikipedia的 請你在這裡下載 一個pre-train好的 一個Wikipedia的一個對照表 好不好 我們就不重新train啦 這個用 這個你用想的就知道train是要很久啊 如果你的這個 餘料庫夠大的話 train是要非常非常久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Wikipedia的對照表 來做一下 這一個 這個 就是這一個分析 好不好 好那我們怎麼做咧 把答案讀進來 然後 清空 好把答案讀進來 Lesson13 我來看一下 這個 這是不是一個對照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對照表喔 我們來打Head 欸這個第一個詞 第一個詞是什麼咧 第一個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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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個長度為50的向量 那當然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也來看一下 比如說 Cancel 離Cancel最近的turn 是哪一個turn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實驗一下 呃 WordMatrix 欸 WordIndex 我這邊為什麼會找 WordIndex 喔靠 欸 Level of War在哪裡 喔喔這裡這裡這裡 好做完了我們來看跟Cancer最接近的詞是什麼 Depetus 喔這個前列線 這個 這些字喔 欸跟我們剛剛那個不太一樣對不對 你覺得哪個比較準 剛剛那個比較準 還現在這個比較準 剛剛那個比較準嗎 映竹你有沒有覺得剛剛這個比較準啊 還是你覺得這個 train比較久 應該比較準 Wiki WikiTrain的我們剛剛那個好像爛模型 隨便亂train的 你覺得剛剛那個比較準 還現在這個比較準啊 不知道 你不敢講 剛剛那個比較準嘛 對不對 這個為什麼不準啊 因為這個是用Wikipedia的train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剛剛那個是病例train的 對不對 你覺得 你training的那個dataset 如果 是在一個specific的domain的話 那是不是 他的那個domain的字的理解 是不是應該就更好一點 他對其他可能就比較不了解 這樣子 Wikipedia是一個general的train 這個general的這個 這個 resource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資料庫 是一個比較specific的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train起來 比較準是合理的 可是 剛剛那個字比較少 這個字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 有一些 好我們現在就講一下 我講一下我的paper好了 我們這個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我那個paper蠻好玩的 好不好 我真的 告訴你們說 就是你們聽到那個paper 你就知道為什麼W2Vector Model 我們還是建議學 學底層 欸 喔不是做課內容 publication 應該這篇好了 就這篇 這邊我們在做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model又在講說阿 這個 我們一開始有一個大舉證 這個舉證就是 Wikipedia傳出來的 對不對 這個Wikipedia傳出來的 有 這個舉證阿 總共有這個 30萬 50 對吧 30萬50 可是阿 這個 這個舉證 他不準 對不對 那我想要 我想要一個比較準的 我怎麼去修正這個舉證 我可以給他一個50x50的舉證 這樣子乘過去之後 這個舉證是不是被修正了 這個舉證被修正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圖 舉證相乘的效果 就是會做一個投影 做一個投影的話 點跟點之間的相關性會改變 有些距離會變近 有些距離會變遠 這樣知道嗎 那所以說 如果我有一個很好的這個舉證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這整個組合 變成一個新的 Word Embedded Matrix 這樣可以吧 那怎麼做咧 來 30萬乘50 是不是FC Data F-C-1 F-C-1 這邊是30萬 到50嗎 對吧 那我F-C-1 剛剛是直接F-C-2都出去了 對不對 我先經過一個F-C-2 這裡也是50阿 那是不是50到50 那接著在F-C-3 這邊30萬 欸這裡其實不是30萬喔 來 因為我一開始這一個 這一個F-C-1 我先這裡接F-C-2 這裡30萬 這裡 output也30萬 這裡這一區用Wikipedia訓練 這裡用Wikipedia訓練 這樣可以吧 那訓練完了之後 我把這裡的權重留下來 這裡的權重是我要的嘛 我有興趣的對不對 我把這裡的權重留下來 然後把這裡出去 這裡可能只有2萬 因為我這裡 然後我接了這整串 這一個F-C-2 然後我現在這一區 用 我的病例去訓練 那我 最後組合起來這一串 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叫 Projection War to Vector Model 好不好 這個就是 我的Training流程就是長這樣子 這樣知道為什麼要寫底層了吧 因為你可以 因為你可以產生出一個 自己的Ward Embedding Model 這樣懂意思嗎 幹嘛 印竹你幹嘛露出疑惑的寫真 你這樣我畫得亂七八糟 你這樣拍得起來有用嗎 拍完了嗎 好 這個我是覺得我這個PayPal蠻屌的 因為這樣的字數不變嘛 但是字意被改變 好 那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樣去對應好了 那 你現在已經有對照表了 那下一步就是我要把 病例變成 我要把病例變成 圖像嘛 對不對變成大矩陣 那那個N乘於50 那個N N是多少我們先不管了好不好 來我們來先看一下 我們先把 Proceed Note's Lens 把它最長的抓出來 為什麼勒 來 我現在這邊是N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現在對於我的第一篇病例 它的N假設是30 我是不是會變成一個 30乘50的矩陣 對吧 這個50是固定的 如果第二篇病例 它的長度是50 30 欸50乘50的矩陣 那這兩個長度不一樣啊 我到時候怎麼丟進AI model分析啊 我到時候怎麼丟進AI model分析啊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Pedding 怎麼樣就是 填白嘛 對不對 填白就全部填零 這樣可以吧 這樣就沒有問題啦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來還要想看 填白這件事情喔 你說有問題也可以 說沒有問題也可以 你需要跟你的Model要做特殊的設計 填白才會沒有問題 這樣知道嗎 好所以說 所以說啊 這個 我現在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找出我長度最長的 長度最長的 Discharge Note 所以我第一件 那我 因為我如果長度最長的200 假的是200 那我就所有都把它填成200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先找出一個 最長的 那個 Discharge Note 欸 太不給面子了吧 喔要先 要先Load 這個也要去前面找 好累 好 我們來做一下 這個要做一陣子啊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它的代面群應該是50 乘以494 乘以這個 這個494 就是它的 這個 那個N 然後我們最長的一個病例 它的長度有494個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它乘以50嘛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這樣的一個 就是 這樣的一個陣列 好 接著 我們把它變成這樣一個陣列之後啊 好 我們就可以用捲機網路進行分析啦 我們要做的捲機網路 我們的 Input Size 應該長成什麼樣子呢 來我們來想一下 Input Size 要長成什麼樣子 494 欸 50先嗎 我剛剛是50現在 50 50 494 好這裡我們要補1啊 因為我們要用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它Channel是1 下一個是Band Size嘛 對不對 Band Size假設12 經過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去設計啊 這個是不是 我們現在產生出來的這個圖 是不是一個 是不是應該長成這個樣子 50 494 那這樣一個 W1 這是不是第一個字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第一個字嘛 那這是不是第二個字 W2 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一樣我要抓關鍵字啊 那我要怎麼設計我的Fighter 我既然要抓關鍵字 但是我的Fighter是不是就是 50 乘以1的Fighter 這樣我就在認啊 看哪裡有最大最重要的Turn啊 對吧 我是不是可以用卷積合這樣掃過去 我可不可以上下掃 不可以 所以 50個相對就是一個字 不可以上下掃 但是可以左右掃 所以我的卷積合是不是要設計成50乘1 50乘1 就是拿來抓關鍵字嘛 對不對 聰明人 你當然也想想也知道啦 那50乘2就是抓關鍵片語 50乘3是不是就是抓關鍵的三個字的片語 隨便他抓 抓到爽嘛 對不對 他覺得是重要的片語就是重要的 對吧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好像 好像不重要 不過也沒有不重要好不好 這就是一個發展的歷程 好我們現在來 邊寫一下我們的Iterator 好接著這個Training 跟Test把它分開了之後 我們要把我們的Iterator寫上來 好注意一下 這個Iterator 他的輸出 是一個四維的 是一個四維的Array 為什麼要四維 這是因為 為了要配合我們MXNet 要做Convolution的時候 他需要四個維度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所以接著 我們就可以來Training 我們的Model Architecture 50乘1的Convolution Fighter 給他50個 抓50個關鍵字 剩下都不重要 而因為同意字會被抓到同個Fighter裡 類似的字 自己的意思 他的向量是接近的 所以會被同個Fighter抓到 對吧 可以理解嗎 他乘起來的數字都會很大嘛 對不對 既然他向量接近 乘起來的數字都會很大 然後 最後 乘完之後 把他Pool起來 這個Pool非常非常重要喔 這個Pool非常重要 來我們來看一下 經過50乘1的Fighter 掃過之後 他的維度會變多少 靈靈給個數字 50乘1的Fighter 乘以50個 下來的維度會變多少 No idea 來來來 海倫 維度會變多少 蛤 四維 喔不好 好 你要告訴我的這四個數字是多少 不要 講大聲一點 你們講那麼小聲 你們不要不肯定的時候 就講很小聲 講喔快點 第一個數字猜 1 第二個數字呢 第二個數字呢 蛤 1喔 換一個人是不是 好 印竹 第二個數字 50乘1的 50乘1的 Kernel Size 50個Fighter No.Fighter等於50 對去捲上面那個 第二個維度是多少 哈囉 哈囉 猜個數字嘛 不然你選一個數字好了啦 你選一個數字猜 你現在還有三個數字要填啊 你再選一個數字猜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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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你說最後一個 喔這個Fighter Size12嘛 對不對 現在是 現在就是12嘛 對不對 第三個 喔你這邊是50 對 那這個呢 印竹被挑完了 這個是多少 蛤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換你講啊 講錯都講錯嘛 快點啦 不要害怕 494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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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答案 怕什麼咧 瞭解 了解 Commission Neural Network 它中間每一層的Shape 這事情非常非常基本啊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去驗證好不好 好我們先把它全部貼上好不好 複製貼上 怎麼做咧 我們可以 mx inverse shape 然後 data 等於 我們剛剛已經寫了嘛 這個 50 494 1 12 他告訴你什麼 1 494 50 12 不要怕好不好 不要怕可以嗎 好這樣可以吧 494 1 494 50 12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下一層接下來經過的Radio Radio主要是我們想要把 很不像的字把它變成0 對吧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啊 現在這個Neural Network 裡面的每一層都開始有意義了 就是根據我們想像去抓 他抓到關鍵字之後 關鍵數字 比較 相似的字是不是數字比較大 比較不相似的是不是比較小 可是小到一定程度 只要說0以下 那是當作是不 當作就是 不存在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它CacheRadio 這樣知道嗎 我們現在開始每一層都變成有E啦 好接下來破 破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這裡的長度是不固定的嘛 對不對 那我的關鍵字只要出現就好了 我只要出現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把這裡 這494個 都經過Pooling 怎麼做呢 MaxPooling還是AveragePooling 各有各的好處 不過AveragePooling 我就需要那篇文章充滿著這個字 它才會被Highlight 而MaxPooling呢 只要出現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以癌症病例分類來講 看起來MaxPooling是比較合適一點的 因為只要有出現都可以了嘛 對吧 出現過一個Casinoma 如果你是用Average的話 那500個字的病例中出現一個Casinoma 和1000個字的病例中出現了Casinoma 它的重要性就不一樣了 所以應該MaxPooling比較好對不對 好 MaxPooling MaxPooling完了以後 它的維度就變成了 494被取消掉了嘛 就剩下50乘以12啦 那後面我就可以接 FC Foling Content也做Logistic Regulation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錯嗎 我們結構就長這樣 OpMiner的部分 SGD 好 接著 訓練 好 訓練我把那邊改GPU好啦 好 不要訓練太多代啦 我就訓練五代就好了 我實在懶得這個訓練太多代 喔 真的是超快耶 這個好像 訓練五代跟訓練三十代的意思差不多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Predict好不好 Predict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TestImageArray 把它做一個訓練 做一個預測 好 預測完了以後 我們看Ariana的Curve 欸 剛剛是 973 現在變977 好像 有準一點點對不對 這個幾乎沒有差別啦 不過我可以講 我現在在亂Train啦 因為我只訓練五代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 我們先把這整個流程 Run一遍 並且 來參考一下我們這個Paper 這是我 2017年發表的第一篇Paper 這篇Paper 這篇Paper 就這個系列裡面的第一篇 這不是我的第一篇Paper 我Paper應該 不只這些東西啦 好 這一篇Paper 我 一乘五十了 是不是就抓關鍵字 二乘五十是不是抓關鍵片語 三乘五十了 是不是抓關鍵的三個字的片語 四個字的片語 五個字的短句 把它變成這一個 特徵圖之後 特徵圖之後 做Redu加Max Pulling 它是不是剩40 四十個fighter 所以是不是剩四十個數字 三十個fighter 三十個數字 對吧 十五個數字 十個數字 五個數字 把它contact起來之後 是不是一百個數字 做FC logistic output 是不是就可以做分類了 請你重現一下我們的結構 好不好 這樣可以接送啊 覺得很困難的話 反正有答案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裡有解釋 雖然這裡的解釋是用英文寫的 欸靠 這個 搞什麼鬼 好這裡的解釋是用英文寫 但不重要啦 好不好 我剛剛解釋已經夠清楚啦 這個 剛剛解釋已經夠清楚了 Wiki先訓練W2Vector的那個Matrix 然後Distarge Note透過這個Matrix 變成 Distarge Matrix 這個Matrix是一張圖 這個圖 跟ICT10做一個Model Training 用這個Model 進行Model Training 就實現這個架構 這樣可以吧 好 來實現一下好不好 這邊 你想要用貼的也可以啦 給你15分鐘的時間 好啦這個Model不難實現啦 這個Model要實現 只要把Architecture改掉 Architecture Fighter Size 1-5 Number of Fighter 40-30 15-15 然後做一個這個迴圈 做完這個迴圈之後 重點是這個Pro-I 這個Pro-I要需要跟這個 這個Contact List 把它Append了起來 所以它會變一個五個 它總共五個Output 然後用Contact 把這五個 把它Contact起來 變成一個Final的 一百圍的這個輸出 這樣可以吧 一百圍的輸出 先Drop Out 再做Fully Connected Number of Heightened 1-1 做Logistic Regression 這樣的一個Model 可不可以更準捏 好速度變慢了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的Fighter速變多了嘛 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變慢 誤會一場 好 來做個預測 好 預測完之後 看一下結果 欸靠 下降啊 不給面子欸 好啦 因為我Train你的代數 可能有點少啦 好不好 理論上會上升的 為什麼 因為它 它還抓了片語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它除了抓了關鍵字 還抓了片語 這樣知道吧 所以說 呃 可是癌症也許這個東西 不需要片語啊 傳染病可能就需要片語了 這樣知道吧 你們可以做一些實驗 不過我沒有 沒有provide傳染病的data 好不好 大家大概了解嗎 我只是把那個原理大概講一下 好不好 詳細的實驗 depends on 你的這個任務 這樣子 好 我們接著 下一個問題是 欸 下一個問題其實就是我要講那個 Protection 的那個問題啦 我希望在模型中進入 做磁線路 我一開始 我不要 我剛剛是先把它做磁線路 就是先把它變成那個矩陣 再來做model嘛 對不對 那這個實際上 磁線路也可以在mxnet裡面做 我們要怎麼做咧 東西讀進來了以後 我們只把 東西變成了索引編號 注意從0開來編號喔 不是從1開來編號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我們 從下面開始就要改囉 我們就不是拿 training的imagearray了 我們從這裡 從這裡就要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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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uencearray 喔靠 這個也要跑那麼久喔 好 算了 算了 然後一樣把它拆成這個 兩個data 大家知道它的dimension都不一樣囉 它的dimension 下面有沒有寫它的dimension 沒有 沒有寫它的dimension嗎 它的dimension就變成了494乘以 個案數 那個document的數目 這樣可以吧 那沒有那個50囉 因為那個50 我希望在model裡面做 這樣可以吧 哇靠 那我先把那個該貼的貼貼好了啦 好 這只是demo程式喔 重點是 我怎麼embedding呢 我embedding 我需要在data進來之後 我先經過一個layer 這個layer就叫 embedding layer 就叫embedding layer number of output 50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子之後 後面的結構就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compolution了 重點是 如果我可以這樣做的話 我現在的sequence array 它的dimension 就是494乘以4千多 好 現在我就可以用來這樣做了 number of embedded 那個embedding的matrix 我是不是就可以跟這個 我是不是就可以填進物 pretrained的這個 pretrained的parameter 這個是不是跟我們做 那個transfer learning非常像 在 image上面做transfer learning非常像 對不對 先把 embedding的matrix填進 word matrix 這樣可以吧 填進去 填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 注意 我們必須fix embedding的權重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不過 那他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那你就是一起training embedding的這個權重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你也可以一起training embedding的權重 不過這個 這個結果是一樣的 可是你一起training embedding的權重 會有個問題啊 就是 實際上我們單字只有五千 只有五千多個對不對 那所以 是不是只有五千多個權重 會被訓練到 剩下的不會被訓練到 我要怎麼解決呢 我需要解決的就是 我在前面疊一個矩陣 疊一個 疊一個fc 我如果疊一個fc 或者是疊個convolutional 的那個layer的話 這樣我改變的 是不是只有 那個convolutional的layer 那個embedding 初始的embedding 就不會改變嘛 所以所有的字就會一起做轉換 所以這個方法 跟 我的這個projection的這個 projection w2vector model的方法 就會非常像 這樣可以嗎 欸羅宇森的碩士錄音 就在做這個啊 performance當然是有提升啊 這樣可以嗎 欸幹嘛露出那種奇怪的眼神 幹嘛 怎麼覺得很奇怪嗎 羅宇森的碩士錄音 就是在這邊多加個一層 看performance有沒有增加 還有做一些其他的 還有做一些其他的 還有把那個embedding matrix 從Wikipedia換成PubMed的啦 還有做一些 做一些參數的調整啊 這個 這個基本上 羅宇森你現在講是 覺得有點害羞是不是 現在講覺得有點少的東西 東西有點少 可是你那個時候就是做這些啊 對對對 這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啊 好不好 這沒有關係好不好 重點就是 embedding之後 我們加一個convolution 對不對 然後之後後面就一樣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今天啊 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還是非常希望 大家可以去 全部這個 go through一遍啊 好不好 這回去一定要go through一遍 然後了解一下裡面的細節 好 我們現在 來思考一下 我們今天學哪些東西 第一個 自然語言處理啊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這個 比起圖像 它看起來是更有挑戰性嘛 對不對 林智你是不是覺得 語言比較有趣 你現在覺得語言比較有趣 多蠻好的 多蠻好的 那你 都蠻難的 難跟有趣不一樣啊 難通常是讓人家絕望的感覺啊 還是你遇到難的問題反而會興奮 蛤 就試試看 好 那這個 磁彈模型不好用啊 好不好 那你主要考慮順序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word embedding出來之後啊 我們下一周 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用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去處理 對不對 它有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模型最大的問題在於 max pooling那個內部 對不對 max pooling內部 害我們只能抓關鍵字 抓關鍵字 對於我們理解某些語意 這是ok的 當然理解整篇文章的語意 這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所以說啊 抓關鍵字這個過程 在我們任務是ok的喔 但是 apply到其他任務恐怕都不這麼適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啊 我們要需要 我們在convolution的過程中 我們想要啊 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 卷积的過程中 它會記住上下文耶 有沒有這種可能 卷积會記 會記的卷积器 有沒有這種可能 林姿有沒有可能 講得出來就是有可能啦 好不好 下一節課我們就要教會記的卷积器 而且那個會記的卷积器 推薦大家預習啦 好不好 因為它顯然就要 又要寫底層 沒有這個layer 所以我們需要自己 手動產生會記的卷积器 這種東西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下一節課 還會demo 有一些比較 文字接融這種有趣的application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啊 好 問不出問題 好下課 你看 谢谢大家